那么其实今天台北股市 大家可能把所有的罪都怪贵 归功于2317的鸿海 还有238的广达 好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我们都知道昨天的鸿海跟广达 同步召开所谓的法术会 那么法术会的时候 刘阳伟说今年 明年的展望非常非常好 AI伺服器出货逐迹增加 那结果可能很多人 在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觉得说今天鸿海特董 鸿海今天一定要开高走高 好我们再看 就当鸿海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专家跟你讲说 优质股拉回就是找买点 基本上我是觉得 尤其这句话是标标准准的干话 我请问各位 你知道鸿海这一波 我没有卖在最高高点 我没有卖220 我是卖在218块 好那重点在哪里 昨天当法术会还没公布消息之前 我们跟你预告 鸿海如果有利多 等于P有利空 等于今天鸿海的股价 他有利空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斩钉截铁跟你报告 很多人问我说 孝师啊 问题为什么 不管包括台积电法说会前 你全力重压 结果会员三笔多单 赚的将近有3000多点 那问题为什么 川普选举之前 你也是重压 结果来到了鸿海法说会的时候 你为什么知道鸿海只要是利多 他的股价就是利空 这是你来上课的一个增结跟美感 在一边 我一直在跟我强调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价格在价格的一个观念 我请问各位 昨天的鸿海 他是想尽办法守住月线 那今天跌破月线 你是不是应该要反手放空 那重点就在于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先知 还是你永远就只能跟着消息 满天飞满天跑 一下做多一下放空 那你想想看 我们先把大盘交代完好了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加入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 借由价格的观念 很快速跳过去 上个礼拜我们真的是赚班的 上个礼拜大概赚了2000多点 因为上个礼拜在选举之前 没人敢做多 就只有我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连续都是多 而且每天都是收盘大于AC 所以说上个礼拜 我们大概缴出2000点的成绩单 真的差一天差很多 好来就不开始停 等于说上个礼拜一到上个礼拜五 每天都是收盘大于AC 再跟我背一遍 收盘大于AC最烂的状况 就是上下震荡盘整 收盘小于AC最好的状况 就是上下震荡盘整 这不是干话 它是有它的叶悬差别性 好看一遍 就从上个礼拜到上礼拜五 我的会员真的是赚到爆炸 来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都还在做多还在赚钱 就来到礼拜一的时候很奇怪 大盘的主力心态 它从礼拜五的PM盘 礼拜一的AM盘全部都是绿色 主力做手95%的时间 它一天就只会有个单一方向 更重要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 拥有主力心态 我突然把声音降下来了 因为不要那么伤口了 为什么你要下载软体 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做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好 只有礼拜一我赔20点 我出场 我出的出场的时候 我也跟你报告 那我所有的抠讯 如果你跟着上 你来找礼拜一是拉尾盘的 如果我挂尾盘卖 我是大赚的 结果我赔20点 我跟你报告了 结果礼拜一的时候 我一样跟你预告收盘小于AC 可是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空 结果礼拜二 礼拜我们做两趟 结果我们赚了150点 所以说你又看到 礼拜二非常完整的 叶水对方单 可是问题重点来了 为什么礼拜二 又是拉尾盘 为什么我没有去做流仓的动作 因为很简单 费半指数 它已经跌破多方防守 而且OTC指数 它又跌破的多方防守 更重要重点 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的AC 配合着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空 这几天又是收盘小于AC 这几天的行情 是不是你只要去追高 你保证一定挂 我这样讲没错吧 而且现在这个行情 见到什么程度 来接讲下去 现在来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也就是我跟你预告 红海法说会利多等于股价利空 问题为什么我会讲出这样的话 这个跟美国选举之前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美国选举之前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每天都是主力心态多 而且收盘大于AC 可是从11月11号 当所有的投顾老师 在推双11的优惠专案那天开始 每天都是主力心态空 而且收盘它是小于AC 就是因为昨天我跟你预告 收盘小于AC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展丁节点跟你预告 红海就是个标标准准的利空 好 再变 记得讲下去 收盘小于AC 代表隔天最好的状况 就是上下增长盘整开始了 结果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等于说你在礼拜一 你所看到礼拜五的PM盘 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准空 礼拜一主力心态又是空 怪不得礼拜的大跳水 结果你仔细观察 昨天的PM盘也是先冲高之后杀尾盘 可是冲高之后杀尾盘的时候 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的多 那这边我在奉劝一件事情 我在给做指数期货的投资朋友 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 你今天指数期货你要做好 你千万不要学习其他投股老师 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江波图 今天台子期货江波图 它又往上集达 最高的夜随高点来到22930 最低的夜随低点来到22710 中间的价差是高达将近200多点 高达将有200多点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用传统的夜随技术指标 当你看到这一个集 当你看到这个集 再怎么白痴的夜随软体 一定会出现买进讯号 只有当你出现买进讯号 你随便设个停损点 不管是50点 不管是100点 不管是150点 恭喜你 你全部被停损 可是你再把我空讯读完 我们再回来解释 你看现在9点28分之后 9点28分之后 9点28分之后 我们说红准续报 续报 红准破例续报 那我说指数期货 它的夜随支撑 791到807 还有761还有710 好我这边跟所有的会员解释 会说小时 如果你看 这个点是710 如果会来到710 710有看到 你干嘛挂791做多 问得很好 如果会来到710 你干嘛挂791做多 讲得很好 讲得超级无敌好的 好我问你 9点28分的时候 台子期在这边 在这边 会不会来到710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时的主力心态 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我只知道这样子而已 主力他已经告诉 我问你 假设你早上 假设我举例 你看到软体主力现在多 你试驾买进 好你意气比较衰的 你是早上9点20分 才试驾买进 你买在这边 只有尾牌 有没有再拉起来 有没有再拉起来 有再拉起来 有再拉起来 你今天你的操作 绝对不能变来变去 第二件事情 我跟一般投稿老师 比较不一样 在哪里 你们今天付了钱之后 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成交 因为我知道 如果不成交 你会乱做 你会乱做 老师等不到抠讯 我再举例好了 最近这个礼拜 有很多投过老师 没有发抠讯 不发抠讯 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发 每一档股票 包括我们的3227的原项 也套了 原项套死一堆人 还包括什么3498的阳城 3062的健汉 你点名 点名的到 还包括237红海 全部都挂掉 现在没要追踪了 他也不知道要抠什么 可是就我的一个所谓角度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很多东西 它是很简单的控制 没有 我的会员家被你怕死了 跟总是买小台 我也会怕 每一个人都会怕 拜托这波动这么大 拜托波动大 有股票波动大吗 你看看2376即将 有多少投过老师 买在天花板 2356应业党 2324人保 每一只都套 做奇货会套吗 做奇货会套吗 来再解释 再讲背 因为昨天收盘 他是小于AC 然后把盘检稿看一下 目前薪太多 正常的状况 就是会上下震荡 支撑710 支撑看到710 可是我在我发抠讯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确定710会来 所以791我就已经先开枪了 791我就已经开枪了 结果还是赚钱 所以说这个礼拜恭喜会员 我们又搅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两个月 你要赚5000点 第一件事情台积电 美国选举 我完完全全帮你掌握到 不管包括趋势盘 不管包括弹整盘 我完全帮你给掌握到 好 接下来去 上礼拜每天收盘大于AC 这礼拜每天收盘小AC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最大的冤念 最大的战犯 就是主力成本 他一定要先收盘大于AC 好 我举例今天收盘还是小于AC 那同样的 如果礼拜一 礼拜一搞不好再玩一次 他先往上集 然后尾盘又给你收在最低地点 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说我的讯息很重要 无论如何你真的要带回去 第二件事情 我问你 最近中小型的一个所谓股票 你看2327的国具 在三四天前就一大堆同估老师跟你讲说 赶快早买点 就到今天国具还在破敌 因为最主要原因来自于上跪指数 老早就已经跌破多方防守价 那我们所跟你预告的一个所谓空方标的 你再看影片 再看影片 包括三二七的原项 我可以看 直接看原项图比较快 原项你看 国具 国具你看 比如说金箱店 从284块钱 主力放空 一口气跌到180块 同样2327的国具 主力从800块钱一路放空 跌到534块钱 今天还在跌 那我请问各位 我前天有跟大家预告 三二七的原项 不是有很多头库老师告诉 switch概念股吗 你看这个嘴脸 不觉得很贱 很机车 那我问你 你来市场上市为了赚钱 还是在乎谢老师的嘴脸 来再看影片 再看影片 前几天跟你点名了 包括什么 宜特 包括306的健害 327的原项 这一些都是主力在放空的夜随标的 然后请问给大家 你就当做没发生 这不是很漂亮 突破平台吗 突破平台 只有股价从263跌到201 短短1234567 七天你赔63万 人家说现在 妹妹你知道 现在台湾的那个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上班开车的啦 你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喔 现在车子越来越少 你看 你知道吗 开车来 因为股市 因为股市 股市跌 人家连停车费都不想付 停车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公司 我有车位嘛 回到家我有车位 然后呢 我到木杂 我有车位 所以说我不知道停车费多少钱 那如果说老师 如果说你到什么南京三明站 我那边我有嘟嘟房 我有VIP 我每天有三小时免被停车 所以说你问我说到底停车费多少 我 嗯 我半年大概只付过五六十块钱停车费啦 去弄牙齿的时候要付了 要要要付要付 因为他们没有嘟嘟房 不然呢 在外面的话 只要有嘟嘟房 我都有三个小时免被停车 那你看喔 你看你看 你看这只 所以说做股票到这不是死光光了 你们几乎很恐怖 原相更恐怖 贱憾更恐怖好不好 这样跌 跌了63块钱了 这一根红K棒 所有头顾老师都在介绍 你放那没关系啦 放那没关系啦 我昨天给你打个笑话嘛 如果534 他随便一个数字 删移到前面 或是移到前面 你就完蛋了 你这样跌了几万 你还有钱开车吗 停车费 一天300块 你愿意付吗 你们很奇怪耶 都省小钱赔大钱 所以说啊 持股有问题的 你记得你来找我 我们跟你强调 90%的老顾老师都是被你们带坏的 因为你们习惯看啊 就好像今天所有的白痴头顾老师 只要跟你讲红准的都废物 我这样讲没错吧 废物啊 妈妈看图说故事 这干什么也不会讲嘛 老师我念识废物啊 不好意思 我等下会跟你讲废物 跟专家跟神的差别 好吧 讲完喔 那鸿海的一个所谓部分呢 我还是希望说呢 你把观念学起来 你兼原相也好 你兼3062也好 你兼今天的238的广达 你真的不要去加码摊平啊 你今天你是逮到这 你看你的美债输成这样子 如果你当初不加码摊平 你只输了50万 你加码摊平 反正网红跟你讲说 他又买他又买 他的身价有十几亿 你的身价有一千万吗 你连身价连500万300万都不到 人家说买买买买一直买 我有10亿的身价 我拿1亿 我拿5亿出来买美债 我根本不会心痛啊 你看你说两三百万 你还跟人家加码加码加码 为什么你要跟我操作 没有有时候稍微分开一点的话 是跟大家报告 我知道大部分的网红 大部分同步老师 他们真的花钱去经营他们的YouTube 因为买广告 那我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要把会员照顾 每个人都帮他买广告买广告买广告 但我们老板没跟我讲买广告买乌龟买什么广告 我的会员续约就好了 我哪在乎 因为我会员是市场上5%的赢家 另外5%输给他死 干我屁事 我的会员赚钱就好了 其他人干我屁事 全部挂最好 全部输光光最好 真的 因为5%的人瓜分95%人的财富 好来 鸿海我们一路买 所以说很轻松倍数 而且今年鸿海油赚了700多万 我赚了700多块钱的鸿海油 好来 然后之后 21还在买 可是 21买的时候 218开始卖 21买之后 218开始卖 那问题为什么要卖 因为很简单 他已经跌破多方防守了 好还没完 昨天往下急杀 我告诉你 我有买 可是买完之后 他往上拉 就像我问你 我会做策略上面调整 为什么昨天我是买鸿海期货 因为我说考量是成本 你买鸿海现货 那个手续费吓死你了 可是你鸿海期货 你成交一次是成交两张 你的手续费不到100块钱 鸿海现货 你买两张手续费多少 因为我要冲嘛 我是利用急杀 你的老师你看原相也好 借看也好 每一支股票都是利用急拉在追 干嘛拍鬼片拍A片 叔叔你不要跟我抱怨说 你的老师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你昨天不敢买 这个你昨天不敢买 买完之后 213.5获利出 结果这拉上来 这拉上来 这拉上来 获利出完之后跟你讲 If good news就是bad news 老师你昨天为什么要买 因为昨天我买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收盘会大于AC 小于AC 对不对 盘中谁知道吗 而且后来昨天那个点 是他月线关键下 麻烦你看我的传承稿 叔叔你都要懂得 学这些东西啦 就像红准 我今天主板跟我讲说 你红准讲久一点 你红准买得好漂亮 你以为理财周刊给我两小时哦 看我的绩效他妈真的是好到爆炸 好到我就觉得很无聊 你知道吗 红准不是买90几块耶 我是买在79.2这个下沙 我买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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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 这样赚两张 赚两张 赚两张 没有倒数了 好啊 然后6937天红 天红我们也活生生获利一倍 那一倍之后呢 来来来 当看到报纸利多的时候 第四季会更厉害 拍谁 我们是利用吉拉卖 那所有的学员回过来考你们了 为什么红海要卖218 为什么6937的天红 昨天早上你看到报纸的利多 第四季会更猛 昨天拉起来我是站在卖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有跌破K棒 所以说啊 这个心狠手辣的片线理论的课程 如果你还不把它学会 你说老师我满手套牢 没有 妹妹问你 如果你满手套牢 你会看头顾节目吗 对啊 我等于说我的子弹全部都打完了 闭起来不要看 对 对 好 妹妹讲得很诚实 那我问你 你满手套牢 你干嘛看节目啊 你懂为什么 所有节目都不要看了啦 你手机不用变是不是啦 你手机这样子一直看 一直一直看头顾节目 到最后手机会提早挂掉 提早挂掉 你要买一只新手机 你又没钱买手机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一次我就举例了 我们是买红准 你是买健汉 结果呢 你知道健汉的问题在哪里吗 那你今天去追红准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你都不知道 我是建议啦 我们今天呢 武松打虎 武松他是个武艺高强的人 哈哈哈哈 好差的结尾哦 哎那武松跟武大郎 武大郎是他弟弟还是什么 童帅 金瓶梅 童帅 童帅 哈哈哈 童帅是日本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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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 武大郎 金瓶梅 哎 拍謝 中国这些名传我前来没读过 英文 没有啦 跟我们操作没关系的东西 我都不会去管 我会建议啦 你要想尽办法去 去强化你的专业思思 你才有办法去 Secure你的未来吗 你参加这么多投股老师 干哪个不再追股票的 那追完之后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你今天才跑去追二三五四的红准 哎 红准昨天急杀我才买哦 我不会利用急掌追 那是你的投股老师啊 那如果我红准礼拜一被红海拖下水 连这个数字跌破了 那我就要卖了啊 你懂什么啊 你们都没有去想你今天裸体 你什么都不会 你跑去打老虎 你真的以为下面的棒子能打老虎哦 你为什么你们要醒一醒啊 投股老师他给你很好的愿解 啊没关系啊 山上那个是子老虎 啊没关系山上那个是母老虎 那你就上去啊 后悔了吧 后悔参加投股了吧 后悔还没讲完哦 后悔来股票市场吧 所以说哦 你看我的操作 我能够做到股票不用折 来啦 我就不用不用讲些干话 讲你所知道的啊 不管包括2317的红海 不管包括我儿子 谢天宏6937的天宏 今年这三个月时间 这两档股票 我的获利就高达一倍 所以包括2354的红准 我买在79.2 我完全做到股票不用折 而且我连多空防守价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预告 你手中有广达的 还有红海的 没有自己算 自己算 自己算 算不出来把我们课程带回去 那当然呢 这是红准的嘛 红准是假的不能破哦 破就倒了 破就倒了 老师啊 你都这么烂吗 现在OTC这么烂 加权股价值数这么烂 收盘又小于AC 那你认为红准不会倒吗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凡事都要非常非常紧 这非常小店 就像礼拜一跌的时候 每个老师给你讲拉回找买点 然后今天环海大跌的时候给你讲说 优质股拉回找买点 当头老师这么简单哦 这是公司推的啦 我是随便啦 我是随便啦 反正我少了百万电视成本 还有四百多万的广告费用 一加三的一个优惠专案 超级优惠专案 反正一天只要一个积累变单 你想想看啊 我是建议啦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线上课程 片线理论线上课程全部带回去 真的很重要哦 利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拿到security code之后 或pin number之后 然后呢 把所有的课程里面的公式 全部给学会 一天真的只要一个积累变方 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18 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谢天谢谢文 因为我做到股票没盖牌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 都在节目当中免费预告 永远相信事先预告 不买广告才是真的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质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